台大醫院根據健保大數據來研究發現 一年有超過80萬人服用治療肺炎 皮膚感染和泌尿道感染的抗生素 佛奎諾酮 不過它也有個副作用 就是會導致主動脈剝離 還有主動脈瘤的風險增加兩倍 如果沒有手術的話 死亡率會高達6成 在台灣一年有超過80萬人 服用佛奎諾酮類的抗生素治療 像是肺炎皮膚感染還有泌尿道感染 一顆顆含有抗生素的藥丸 在臨床上使用超過20年 普遍被認為安全又有效果 不過似乎並非如此 台大醫院根據健保大數據的研究發現 服用佛奎諾酮後 會導致主動脈剝離 主動脈瘤的風險增加兩倍 若沒有手術死亡率更高達6成 在60天之內服用的話 可能就會產生所謂的兩倍的因素 但是持續在往上吃 比如說到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以後 它的危險性可能增加到三倍左右 研究團隊進一步發現 每6668到7704人 服用福輝諾酮類的抗生素 就會增加一位主動脈剝離或主動脈瘤 因此在服用這類藥物前 要特別注意 大血管剝離跟大血管瘤 它本身還是要有相關很多的危險因子 高血壓或是你先天性的一個 膠原蛋白疾病 既然這類藥物有其他的風險存在 但又得治療疾病 該怎麼辦 醫師建議有心血管疾病和膠原蛋白異常者 在服用抗生素前要先跟醫師說明 讓醫師評估是否選用替代的藥物 才能夠避免危險 由DNTV李文浩 張一華 台北報導